大家好,我是阿胖 我们的面粉不要总蒸馒头了 今天用一把小红香 一碗面粉,分享一个老式吃法 再加上一锅老式鸡蛋汤 哇,别提了,真的是 特别的好吃 首先准备400克中筋面粉 再加入4克水溶盐 和5克酵母 接着加入一小勺白砂糖 先把它搅拌均匀 加入白砂糖,可以促进酵母发酵 也可以使成品颜色更漂亮 再准备两个鸡蛋 把鸡蛋打至像这样拉丝的状态 往里面再加入220毫升20度的温水 之后再准备150克小红香 先把根部切去 根部不要扔,我们做鸡蛋汤吃 到叶子这里我们尽可能的 给它切得碎一点 切好后直接放入面粉里 再搅拌均匀 然后把打好的鸡蛋液 给它少量多次倒进来 不要一下子倒完 今天这个面团 我们可以看到是非常柔软的 所以我们不要直接下手揉面 像这样在手心手背里 沾一点温水 然后给它踹面 这样踹面的好处是 不会粘手 哪里有干面粉就踹哪里 然后再把面粉给它翻过来 再往干面粉那里继续踹 大概需要四五分钟 我们就能够把它踹得非常光滑 像这样 今天这个面一定要踹不要揉 踹出来会更好吃 可以看到 手心手面 沾的面粉也不多 用清水一冲 手就干净了 之后再加点食用油 把油涂抹均匀 这样面团发起来 不会粘到保鲜膜上 我一般都是用来做早餐吃 所以会在睡觉前 想把面团给它发好 放入冰箱定位冷藏发一夜 第二天早上 再把切碎的浑香根 用油煸炒一下 炒软后 倒入西红柿 加入食用盐 加盐可以快速 炒出西红柿汁水 汁水出来后 再根据人口数量 加入清水 下一点花生米 用大火烧开 烧开后 再根据自己口味的大小 往里面加入一小勺十三香 一小勺白胡椒粉 然后下入切成丝的木耳 和切成丝的干豆腐 接着再少加点老抽 和生抽调下味 然后往里面分次少量 倒入淀粉水 我用的淀粉是红薯淀粉 淀粉水不要一下子倒完 最后把它调到 自己喜欢的浓稀程度就可以了 再次烧开 淋入鸡蛋液 倒入鸡蛋液之后 看到定型时就可以关火了 关火后 放入切碎的葱花 再加点小末香油 像这样搅拌均匀 我们的老式鸡蛋汤就做好了 坐着简单 喝着舒服 接下来我们继续处理面团 面团在起床时 把它拿出来先回下温 然后往暗板上倒点食用油 用刷子给它涂均匀 面团不要揉 直接取出来放到暗板上 再像这样给它整理一下 拉成长条 然后用我们的双手 给它往两边轻轻推开 推薄一点 推宽一点 最后像这样 接下来再用刀 给它切成三厘米宽的长条 再把它分成一小段一小段的 像这样 小块不要切得太长 因为这个面团的延展性是非常好的 像这样处理好后 我们再把每一小块给它往两边再次轻轻推开 推薄一点 最后像这样 之后把油锅烧热 烧至筷子周围由密集气泡 大概七成热的油温 接着再开中小火 然后把插好的面片一片一片放进来 如果不知道七成热的油温是多少 可以这样判断 面片放进来后 它能够立刻浮起来就差不多了 等它浮起来时 就要筷子给它勤翻面 因为这个面片里面的气体是非常丰富的 它能够很快浮起来 并且很容易熟 炸至两面金黄上色 像这样就可以控油捞出来了 别看是油炸的 但是一点也不吸油 再配上我们的老式鸡蛋汤 哇 这样做的老式油条 真的是太好吃 听听 这是放置十分钟后的样子 还可以听到清脆的声音 掰开后 里面的气孔也是非常的多 一点都不比用泡打粉做出来的油条 气孔少 而且最重要的是 它的口感柔软 劲道 筋盈 非常好吃 像这样做的老式油条 加老式鸡蛋汤 都是我家喜爱的 喜欢你也试试吧 谢谢您的观看 大家好 我是阿胖 今天分享一个好吃的青菜烧饼 好吃的我都想去自博摆摊了 真的是很简单又好吃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准备一把小浑香 或者是自己喜欢吃的青菜 比如菠菜小青菜等 给它切成碎末 切好后放入大碗中 再往里面加入500克中筋面粉 加入面粉后 先把两者搅拌均匀 再准备280毫升35度的温水 加入4克酵母 酵母搅拌溶解后 我们分次少量 倒入面粉里 搅拌成棉絮状后 下手揉面团 给它多揉一会儿 把它揉光滑 今天火的面团是这样子的 摸起来比较偏软 像这样就可以了 再用手把它踹平 然后加一点食用油 把油涂抹均匀 主要是为了防止 发起来粘到保鲜膜上 用保鲜膜把它封起来 放到温暖的地方 发酵至体积两倍大 接着再准备一只小碗 加入一小勺面粉 两小勺五香粉 或者13香 再加入两小勺花椒粉 这个是花椒叶子磨的粉 最后用热油把它烫香 紧接着再用筷子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后 根据自己的盐味大小 往里面加入食用盐 再加入两小勺烤熟的黑芝麻 末的芝麻粉 最后把它调成像这样的 吸稠程度就可以了 现在面团也已经发起来了 看抹了食用油 就没有粘在保鲜膜上 今天这个面团发的比较好 拉丝的状态 然后取出案板 撒上干面粉 取出面团不要多揉 稍微揉一揉就可以了 揉好后把它捏在一起 然后取出家中最长的擀面杖 擀面团 用长擀面杖擀面 我们可以省力 不用累胳膊 最后擀到像这样的厚度 大概有一枚硬币的厚度就行了 取出油酥 用之前先搅拌均匀 之后淋在面片上 然后用刮板涂抹均匀 上面再撒上一层薄薄的面粉 撒过面粉这样做出的烧饼层次会更多 现在开始把面团卷起来 卷的时候一定要卷的窄一点 因为卷的窄层次就多 做出来的烧饼层次也会多 卷窄一点 卷紧实一点就可以了 卷好后再用双手把它往两边拉长 然后分成均匀的面剂子 我大概是四个手指的长度 接下来再把每个小面剂子像这样 两边给它捏延似 露一点油酥也没有关系 拧好后再把四个角往里收 像这样收好后 再给它团一团团成小圆形就可以了 然后上面多拍一点清水 清水多拍一点芝麻粘的会更多 给它多多的粘上一层芝麻 然后再用手掌把它印开 印薄一点 全部做好后 盖上保鲜膜二次发酵 二次发酵好的状态就是 拿起来手感轻飘飘的 不再像刚做好的石头般那样沉了 非常的轻就可以了 取出电饼铛用中火预热 预热后再把烧饼坯放进来 然后上面再刷一点食用油 锁住水分 再找一个高一点的盖子盖上 这样烧饼会更松软 烙到底部像这样金黄 我们给它翻面 翻过面后继续再烙一会儿 如果想烙出的烧饼 吃着外表酥脆内层柔软 像这样烙熟后 我们就要拿去锅盖 然后转成大火 敞着锅再给它烙一会儿 烙走水汽 这样再吃外表就是非常酥脆的 像这样用铲子按起来烧饼快速回弹就烙好了 看一下听一听 这是放了10分钟后的烧饼 捏起来依旧是酥脆的 声音搁吱搁吱的 非常的松软 焦香 拌开后里面的层次是非常多的 很丰富 特别的多 最主要是吃着外表焦香 内层柔软 特好吃 配上一碗胡辣汤 没呆了 喜欢您也试试吧 谢谢您的观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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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